今天很想和大家一起去到分享一段智慧的说话 来自传道书的第七章的第一节 里面他就讲到 名誉强愉美好的高游 人死的日子是胜过人生的日子 这一段是有点奇怪的 为什么名誉强愉美好的高游 为什么人死的日子是好过人生的日子 它里面有一个据法 就是什么比什么好的据法 这个据法是重复出现了两次 第一就是那个名誉是比高游是更加好的 第二就是人死的日子是比人生的日子是更加好 所以我们从而就推论人生的日子是对应高游 人死的日子是对应名誉 其实人生的日子是对应高游 这个是很能够理解的 就是因为一个婴儿出生的时候就需要用水洗干净那些血 然后就要塗Lotion 这些Lotion在古代就是那些高游 也就是说那些高游是象征喜乐这样的意思 而喜乐这个象征性呢 是来自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的第三节 里面就是说用喜乐游代替悲哀 唯独我们不是很能够理解呢 就是为什么名誉是对应人死的日子 唯独的解释就是说人死的日子 是需要有一种叫做概观定论的一种这样的说法 就是代表如果你保持着一个好明星 好的名誉去到过生的话呢 那就代表你能够概观定论了 就代表有一个的明星是你死后能够存留在人世间里面 而被后人去到效法和去到仿效的对象 那这个好明星是其中一样 那个死人能够存留在世上的一样的东西 而是成为其他人的教法的 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 为什么死亡比生命更加好呢 就是因为死亡的这件事 是让一个好明星的人成为后人的教法 让后人能够在他身上找到智慧的传绘 所以这一段的下半段就是说第二节 就是说往租桑的家去强于往现乐的家去 就是说我们要去多些安息礼拜 就是因为安息礼拜让那个死人身边的家人 术史的那种事 能够可以让他生前一些的经历 成为出席安息礼拜每一个人 一些智慧的传源和教法 所以仍然在一个死亡的意识底下 我们能够透过那个先人 能够可以让我们活得更加有智慧 反而如果你去宴乐的家 其实宴乐的家不代表 真是我们不能够去那些婚宴 又或者那些生日的宴会 但这些宴会正是得开心和快乐 仿佛让人忘记了原来死亡真是离离很近 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有时真是默念一些苦难悲哀和死亡的经历 让我们的人显得更加的踏实 让我们能够好好反思自己的生命 能不能够保持一个好名声 以至能够在我们将来的慕字名当中 去刻有一个让后人能够效法的名字 祈求主的话 成为你的生命的提醒和鼓励 让我们一生都能够终结得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